中文字幕——YK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四阳方尊气身方形 方口大雁 每边边长为52.4厘米 气身高58.3厘米 重量接近34.5公斤 整个方尊雄浑厚重 却又不失端庄典雅 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 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脚羊头 四阳方尊便是由此得名 羊头与羊颈伸出于气外 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 及圈足上 方尊上装饰着精美的文饰 羊的前胸及颈背部布满临门 两侧是有长官凤门 圈足上是魁吻 尊是中国古代的成九器 在商周时期 青铜尊经常作为礼器 出现在祭祀仪式上 左传《成功十三年》中记载 国之大事在四与荣 四有执凡 荣有寿肾 神之大节也 凡和肾指的是祭祀用的肉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 在先秦时期 祭祀和战争 都是涉及国家利益 及安危的头等大事 统治者期望通过祭祀仪式 获得神灵及祖先的庇佑 巩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作为礼器的四阳方尊 为什么以阳作为器身的形状呢 周礼春观四尊仪 提到了古代祭祀礼器中 所谓的六尊六仪 六尊分别指的是 缩尊 相尊 胡尊 筑尊 大尊 山尊 其中的缩尊 包括牛尊 羊尊 犬尊等 先秦时期 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 仅次于牛 在商代国都所在地 河南安阳小屯 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 其中最多的就是牛 羊和犬等 羊显然是当时祭祀用的 主要牲畜之一 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 在当时叫做缩生或缩 以这些牲畜为造型的尊 被称为缩尊 四阳方尊上的羊头造型 极有可能象征着 作为祭品的羊 当时的统治者通过祭祀活动 希望获得上天的眷顾 所以在祭祀礼器的设计上 处处用尽心思 自古中国人对羊 这种温顺可爱的动物 就喜爱有加 甲骨文中的美字 就是头顶大脚的羊形 吉祥的祥 是羊字的后起字 看来古人早就把羊 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 除了造型生动的羊头以外 四阳方尊最令人称道的 莫过于其精湛绝伦的 青铜铸造工艺 它被人们称为 传统逃犯法的巅峰之作 四阳方尊气表 布满纤细的云雷纹 颈部装饰有胶叶纹 三角魁纹和寿面纹 方尊的肩部装饰为蛇身 而有爪的龙纹 龙纹为高幅雕 从方尊的四边蜿蜒于前 每一面的龙纹中间 都有一个双脚龙头 从方尊气身上探出来 方尊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处 都是飞棱 这一小小设计 却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逃犯铸造法在商代早期就出现了 在商代中期日真完善 在制作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时 古人往往采用接铸法 作为基本工艺 即将气身与附件分别铸造 然后再接铸为整气 四阳方尊就是用接铸法铸成的 商代工匠先将羊角与龙头分别铸好 然后进行接铸 如果没有高超的铸造技术 很难达到整气浑然一体的效果 然而在四阳方尊身上却找不到偏接的痕迹 原来方尊气身的飞棱 便是用来遮掩接住时痕迹的巧妙设计 四阳方尊即现雕 浮雕 原雕于仪器 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 把器物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 真是匠心独运 生动繁复 欲动于尽的文士 给冰冷厚重的青铜器增添了端庄典雅的神韵 不过如今被誉为青铜器典范的四阳方尊 在入藏博物馆前 命运却甚是坎坷 1938年春天 四阳方尊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财镇 越山铺 转尔伦山村 后来几经辗转 被保存在湖南省一家银行的地库里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兵临长沙 古城危机四伏 四阳方尊被银行工作人员转移到园林县 然而方尊最终未能在战火中得以保全 在一次空袭中 一颗炸弹在方尊不远处爆炸 把它炸成二十多块 新中国成立后 根据周恩来总理保护国家文物的指示 1952年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历经探寻 终于找到了四阳方尊的碎片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修复后 四阳方尊在湖南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 恢复了原有的迷人风采 1959年国庆十周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 四阳方尊被上吊北京 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古老的祭祀文化 生动的阳头造型 高超的青铜工艺 三千年后的今天 四阳方尊以他独特的魅力 依然令后人陶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